你好,我们是爱生活爱旅行的福王家 今天对于我而言是特别的一天 是我的生日 今天的全天行程都是小妹和大鱼安排的 一家人在一起陪我过生日 特别开心 你今年的生日 也是全家人和你在一起过的吗 今天的重头戏 是小妹给我安排了 一天的游轮畅游两爸一辖 游两爸是 葛舟坝和长江三峡大坝 一辖是西陵峡 坐在游轮上看着长江特别惬意 对,看 主要是今天 主要是今天是我小哥的生日 谢谢小妹的安全 谢谢小妹的安排 对于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一定对葛舟坝三个字有着深刻的记忆 70年代开始施工 历时18年竣工使用 当年举国庆祝的历史记忆 深深的刻入我的脑海 那时候就想 有一天一定去葛舟坝看看 见证大坝的水涨船高是怎么回事 这次旅行到湖北后 小妹知道我的心思 特别在我生日这天 安排了畅游两爸一辖 有点小激动啊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葛舟坝 在葛舟坝 我们就可以去体验水涨船高了 在游轮上看到三峡人家 犹如一副动态的中国山水画 犹如一副动态的中国山水画 在游轮上看到三峡人家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就是 举世竹目的伟大的水利工程 三峡大坝 今天我们就从俯瞰 平视和仰视三个角度 来全方位观看三峡大坝 一定别错过哦 我们现在到了三峡大坝的 潭子岭观景点 这里是观赏三峡大坝的制高点 二百六十多米高的潭子岭 我们现在在潭子岭的观景空台顶端 俯瞰三峡大坝 远处三峡大坝现在不是风水期 所以它没有那种奔流的 开闸放红的气势 不过看起来还是挺壮观的 然后今天下雨 这样的天气我们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看远处山特别漂亮 三山连绵 然后云雾笼罩非常美 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个就是过闸的地方 船从长江过来之后 一些高水位的船 然后通过一级一级的水位下降 到下面的这个闸后边的滴水位的这个地方 三峡工程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工程之一 在防洪航运发电抗旱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2020年三峡水电在发电1118亿度电 世界第一 这是185平台 刚才我们在寒子岭上面的那个平台看到的是俯瞰的角度 现在是一个平式的角度 可以看到三峡大坝 现在景观看起来非常漂亮 我们现在隔江对岸是紫柜县 也是屈原故里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 这一块是一个船舶升降机 对 坝前后的水落差大概有90多到100多米 对对对 这不是驯骑的时候它的落差90到100米 驯骑的时候能有115米 它最高水位落差是175米 这个就是船舶升降机出来的船 对 我们现在还是在上游 等于说这个船经历的就是水涨船高的过程 就是到了水位高的从水位低到水位高的这个过程 这就是当年修建三峡是用的工程车 这设备非常大 最后我们来到了节流纪念园 仰视三峡大坝 巍峨大坝之下 这里是鸟语花香流水蝉蝉 现在看到的三峡大坝这个角度就是一个仰视的角度 刚才我们经历了普适的平适的 现在是仰视的角度 晚餐是儿子大鱼安排的烧烤 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烧烤了 今天的烧烤特别像家乡的味道 开心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谢谢 那我是不是也拌了 我也拌 生日 今天我们玩了一天到两霸一霞特别开心 控制真累啊 晚上回来大鱼安排我吃这个烤肉 我一天的疲惫马上就散去了 年轻的小伙子生日快乐哟 生日快乐 今天我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两霸一霞的旅行实现了我年少时的梦想 见证了三峡大坝的雄伟壮观 一家人的陪伴和精心安排快乐暖心 有幸福 谢谢 这就是福旺家的房车生活 你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 请关注并长按点赞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